大家好我是小宇宙 這一次的更新呢 其實演唱會前面有這個舞團在跳舞 這個舞團呢 它也有一個發傳單的這個任務 所以其實你們也可以來這邊先去解 首先呢 這種發傳單就是三個人嘛 你就是直接開著車 然後按照這個箭頭指示去走 其實算是蠻簡單的 然後你就會拿到這個 比較特殊的又是一個新的應援棒 它跟之前的效果是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是限量的 而且你之後可能就拿不到了 所以大家還是盡量能拿就去拿吧 然後呢 又來到很久的開箱時間 這一次呢 我們就買了這個 護衛武士的這個禮包 但是因為我想說 女生嘛跟男生到底要選哪一個呢 我最後還是選擇男生的 然後我們就來開箱看一下 它這個首先是這個帽子 它這個武士帽好像非常大喔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頭髮 然後最後還有這個衣服跟這個道具啊 其實也是因為有道具 所以我才買的 對它一樣就是衣服鞋子 然後頭飾跟這個道具 然後我們就把它穿出來看一下吧 首先是這個最小的體型 它長這樣 它那個斗力是真的很大啦 然後高體型 然後再來最後就是這個胖體型 我覺得看起來都還不錯啦 我覺得算是一種日式的武士風格 這樣子其實還蠻值得去買的 接下來就是這個武士刀 它是一個全新的一個道具 但是它也沒有使用次數 這場武器都沒有使用次數啦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那個特效 所以它就是有那種武士刀那個 SING的聲音有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道具也是非常的酷 也是列入收場 不過打人好像是沒有任何那種效果啦 所以這是比較可惜的 雖然我覺得這個武士刀拿來打人 感覺有點可怕 太過於不適合小朋友 好啦 我也是非常喜歡這個道具啊 才會買這個禮包的 很久沒有買禮包耶 你不覺得嗎 好啦 這一次的武士開箱 跟這個 音樂棒的任務分享 我是小宇宙 我們下次見 掰掰